今天就讓我們走進嘉義館 來去梅山挑戰自我的極限 梅山鄉中面積有114平方公里 全鄉有90%都是山區的地形 尤其是要去太平的公路 總共有36萬72萬 少年山這樣 原來我去的道路 玩得讓人頭暈不暗 對很多人來說 這裡是崎嶇的地形 是很不方便 但是對著另外一部的人來說 就是他們自我挑戰最好的方法 因為它在我是所有全台灣的 我最壞我的路 騎這個重型機車的人都很喜歡挑戰高難度 它的彎是屬於髮夾那一種 就是直接叫我們的髮夾嘛 180度直上直下那一種 因為很困難所以來挑戰 很多人如果看到旁邊的機車都會認為 那是在飆車 文鳳兄說 其實騎這個旁邊的機車是一種的運動 也是駕馭這種超大馬力的一種樂趣 跟一般純粹在在地球速度的飆車是不一樣的 如果沒有單步的技術 隨時都會出事喔 這種車的第一點很重 第二點它要變重 我們一般的車變重的車比較少 而且它的扭力速度上沒有那麼好駕馭 新手來一般會遇到的狀況是 它路不熟速度太快 它會去沒有辦法控制 然後會出去那個彎 然後去撞牆壁 文鳳兄說騎這個旁邊的機車是一種很好的修行活動 而且是無分南路都可以來騎 不過因為馬力大速度比較快 所以安全問題非常重要 絕對不可以隨便飆車才會出問題喔 一樓三個就不會了 只能騎車而已 賺錢要的走什麼來走 另一個來不走的時候我們不要走 你如果只有你有興趣大家都不要騎著 經濟另外一個地方 像你塞車的人 並不是大家的經濟都很好的 他也是有辦法塞車 總是你要擔任好人 我就買殘民不敢來買這台 大家是享受這一種騎乘的一個快感而已 並不是說我一定要騎多快 我一定要比人家狠 因為我們現在到這個年紀 我們在騎這種車的 幾乎都不是在做飆車 其實我們都是以享受這一種騎車的樂趣為主 這條三十六萬的公路 沿路十三公里連山車 從海拔一百公里 一直八到海拔一千公里 整條路 全部沒有下車才好標準 在那裡是騎乘機車要來調整圓圖以外 也是腳踏車調整體力的好處 不知道 騎腳踏車的下車是每天的機車 每個人都說是為了要調整三十六萬這裡 欸 但是我們發覺說 每天到二十七萬就都停了 我對這間咖啡有 但是這個咖啡比三十六萬更有吸引力 每一個車都會來這裡 重點就是這裡 就是看我們的漁庭 為什麼 因為漂亮啊 只這麼簡單 台灣 是咱的土地 你我看上來做會 雖然土地不改革 我們都在這裡身外 無論是國語台語學家 也是哪路啊 請三十六歲 有人請您來請坐 火開火車 好壞都是咱家庭 只一軍關懷 只一軍鼓勵 我們來用心看台灣 用心看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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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嬌 這個就是 很動聽